台立法机构9号三读修正通过所谓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 条文规定 意图使他人出境实行犯罪 而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招募对象未满18岁 刑期将加重一半 罪重可处十年半 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条文增定境外招募犯罪组织罪 意图使他人出境外实行犯罪 而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者 从现行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修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2000万元以下罚金 若招募对象为18岁以下未成年者 刑期将加重二分之一 具有公务员身份或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身份 若犯发起主持操纵或指挥犯罪组织 以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 刑期同样加重二分之一 此外 三读通过的条文还扩大了没收范围 若犯上述罪行者 其参加招募资助之组织的所有财产 除应发还给被害人者外应与没收 原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行确定者 不得登记为公职候选人的相关规定 也在此次修正为经有罪判决确定者就不得登记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孟凯表示 犯罪形态不断推陈出新 尤其是去年让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的 把民众骗到境外从事犯罪 性剥削劳力剥削 甚至有被害人变成加害人的情况 情形非常可恶 要严刑重罚 他还呼吁从源头管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